理应与母亲容貌太过相似 他成了父亲眼中厌恶的垃圾 那双犹如璀璨翡翠般的无精眼眸 却是母亲心底最深的恐惧 原来来宁是两国联姻的结晶 两国曾在数年间不断发生冲突 直到一位王子在战争中失去了手臂 两国达成共识 海德剑克家族与拥有神秘能力的豪斯家族联姻 丹下的子嗣也将表示两国交好 然而这桩婚事 却让已有相爱之人的龟登极度抗拒 父亲害怕国王的怒火会波及家族 只能对龟登施加压力 与之相反 豪斯家族的宝拉却无比欢喜 毕竟能与心仪之人共度一生 那是何等幸福的事情 可幸福与绝望又怎能共存 迎接她的不是温柔的爱人 而是时刻暴怒的恶魔 因为对宝拉的厌恶 两人数年还未诞下一子 直到国王下旨催促 在经过无数个屈辱的夜晚 两人终于有了一个结晶 就这样不被父母祝福的莱妮诞生了 身为海德家族唯一的血脉 莱妮却只能无数次地躲在暗处 遥望着父亲的背影 而父亲也从未转头给予她回应 可在两岁之前 莱妮虽然没能得到父母的疼爱 但物质上却没有被亏待 直到两岁生日这天 疯狂的父亲提着剑前来质问母亲 怀疑是母亲杀害了她曾经的爱人 无论母亲如何否认 龟登都认定了是她 侍女试图安抚失控的龟登 却直接血剑当场 温热的血液溅到了女孩稚嫩的脸庞 伴随一声恐慌的尖叫 母亲也彻底疯了 从那之后 宝拉身体逐渐消瘦 莱妮也在无法进入母亲的房间 因为只要看到她那双翡翠般的眼睛 宝拉就会想到那个疯狂的恶魔 她只觉得当初的自己好傻 静错将恶魔当成了崇拜之人 直到几年后 龟登继承了公爵之位 看着宴会上开心的父亲 莱妮鼓起勇气想要送给父亲一幅画 却得知了母亲病入膏肓的消息 莱妮用尽全力朝母亲房间奔去 她想好好跟母亲告别 好好看一眼母亲那陌生的面容 结果侍女却再次将她拒之门外 这一刻 莱妮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孤寂 哪怕是面对一个仆人 她都没有反抗的权利 没人爱她也没人在乎她 最终直到母亲去世 莱妮也没能见到母亲一面 而在母亲的葬礼上 父亲迫不及待地公布了下一任公爵夫人 原来龟登早与情人诞下一女 仿佛一切都在等待母亲离去 或许死亡对宝拉是种庆幸 让她离开了这绝望的地狱 可莱妮的噩梦却才刚刚开始 女孩是身份尊贵的公爵之女 却被父亲当成了赚钱的公爵 而在母亲去世后 父亲将对宝拉的怨恨转移到了莱妮身上 因为没能继承父亲的剑术和觉醒异能 父亲早早就计划要把莱妮卖个好价钱 谁出价高就把莱妮嫁给谁 听着父亲口中羞辱的话语 莱妮的心如坠冰枯 妹妹天真任性 却总是能够得到父亲无条件的爱 曾经的她认为是自己不够优秀 才会惹得父亲厌恶 可直到父亲在母亲的葬礼上 满脸笑意地将妹妹拥入怀中 莱妮就明白不管如何努力 父亲心中再也不会有她的一丝位置 而下一任公爵夫人 竟是归登那已过爱人的妹妹 在之后的数十年里 莱妮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孤案 继母和妹妹也时常心血来潮地羞辱她 而莱妮的第一次婚姻虽然很幸福 但身为王子的丈夫在一年后被暗杀 而第二次婚姻 莱妮与丈夫诞下一子 然而丈夫与孩子却突然双双消失 失去孩子的莱妮激进崩溃 这种将伤口反复撕开的感觉实在太痛了 父亲却只想趁着莱妮漂亮的脸蛋还在 赶快把女儿卖出去 就这样只剩一具空壳的莱妮迎来了第三次婚姻 而第三次却是政治婚姻 被迫的丈夫对她也十分冷漠 她想去天堂陪陪母亲 她实在是太累了 或许是神明不忍 让莱妮再次有了小天使 母亲家族的神秘能力也就此唤醒 不过刚觉醒的能力还很弱 然而不久后 丈夫就踏上了没有胜算的出征之路 莱妮只能每天期待着小天使的降临 可厄运很快到来 莱妮被诬陷判了死罪 因为丈夫生死不明 母亲家族也早已被摧毁 莱妮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她童年时唯一的光样 然而莫里斯曾偷偷来过 表示一定会将莱妮救出去 但随着脚步声缓缓靠近 出现的不是莫里斯 而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谢灵 更让莱妮绝望的 是姐姐要送给她的礼物 那个温暖的她如今变成了垃圾 被人丢到了地上滚来滚去 莱妮的丈夫也与龟登联手反叛 即将成为皇帝 而龟登帮助她的条件 便是要让谢灵成为皇后 所以我亲爱的姐姐你该死了 这一切都让莱妮无法接受 但此刻的她为了保住那位出生的孩子 卑微地祈求着妹妹能放过她 瞬间谢灵的笑声充斥了整座地牢 放过你 跟卑贱的母亲生活 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痛苦吧 所以我这是在救说你 就像我母亲杀了你母亲那样 现在我也要杀了你 残酷的真相让莱妮既恐惧又悲愤 原来身边的恶魔员比她想象得多 随着谢灵一声令下 身旁的侍卫也拔出了利刃 将无助的莱妮逼入了角落 在刀刃划过她脖子前 莱妮只是对孩子说了一句 孩子 妈妈将给你一个新世界 随着一道金光显现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出现在面前的是她那反叛的丈夫 嘴里大声地呼喊着莱妮的名字 莱妮却早已眼神空洞 所以你也是来杀我的吗 随后留在原地的 就只剩那件缓缓飘落的裙子 当莱妮再次睁眼时 她回到了十岁坠马后昏迷的时间点 原来莱妮觉醒的能力 并是可以通过绘画穿梭时间 所以在地牢时 莱妮一次次地咬破手指 将裙子荡成画布 用鲜血绘画着记忆中 童年居住的房间 幸好能力也成功显现 这次莱妮要彻底混运那些恶魔 保护好所有真实之人 从走出房间的那刻 莱妮再也没有了童年的至难 她以为母亲不爱她 甚至还要赶走她 可她没想到 母亲无时无刻都想跟她在一起 而莱妮用生命换来的真相 也让母亲的死亡有了答案 如今重生归来 这次她一定要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可刚出门一群仆人就拦住了她 但很快是女就收起了轻蔑的嘴角 今月的莱妮似乎全身散发寒意 用极其冰冷的语气说道 对主人露出獠牙的狗 是不是该打一顿提醒一下呢 一股无形的压迫让夫人们停滞不前 片刻后纷纷逃离 随着莱妮进入房间 保拉用尽全力的转头望去 多年未见的女儿身上 竟没有了一丝属于孩子的天真 取而代之的是完美的礼仪和冰冷的语气 在保拉视线收回的那一刻 莱妮走到了床前 看着母亲毫无血色的脸庞 女孩明白母亲此刻遭受着怎样的痛 怕缓缓靠近 这次我不认双手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绝望 在之后的几天中 保拉也奇迹般地恢复了一丝生机 莱妮每天陪伴着她 两人就这样漫步在花园 进入了温室 而这也是保拉第一次 试图敞开自己的心 她总是能在自己心爱的孩子身上 看到那人憎恶的面容 这对她就像是一道残忍的诅咒 莱妮却发出了疑惑 心爱的孩子 你爱过我吗 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祈祷着 你能跟我有着不同的命运 难道这不是爱吗 莱妮眨巴着眼睛 默默地将这个答案验入心底 保拉也清楚地记得 这地狱般的生活 已经过了3774天 或许是预感到了死亡的莱妮 她的声音如同脆弱的风铃 向女儿留下了多年的歉意 对不起 我还是丢下你一个人了 随后便缓缓闭上了眼睛 而另一边的龟灯 早就注意到了两人漫步的身影 她询问着莫里斯 关于莱妮的遗弃 年龄 爱好 以及成绩 可哪怕莱妮的绘画天赋相当出众 学习也为猎斑鸡前茅 但龟灯得知莱妮并没有显现神秘能力士 却发出了轻烈的笑声 而皇帝强迫两家联姻的真正原因 正是想让帝国出现一个 能够同时拥有剑术与魔法的孩子 现在看来是多么讽刺 而龟灯也正如前世一样 开始计划着莱妮的婚姻 可她没想到的是 在不久后的葬礼上 莱妮将完全摆脱她的控制 看着所有人的面 备受欺凌的女孩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她要让父亲体会到 失去心爱之人后绝望的滋味 见到父亲的第一面 她展现出了完美的礼仪 这不禁让龟灯感到奇怪 曾被她视为垃圾的女儿 何时竟变得如此彬彬有礼 随后两人并排入座 今日到场的道客都是达官显贵 皇帝更是派御用侍卫献上了西式真花 而龟灯满脸抑制不住的开心 她说着待会要给莱妮一个惊喜 可莱妮却从容地表示 真巧我也为您准备了一个礼物 不久后葬礼结束 道客们纷纷来到公爵府邸享用茶点 而人群中却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声音 伯爵夫人斯泰恩 专为贵族们处理肮脏之事 可能都让她服务的条件并不是钱财 而是在她需要帮助时无条件地 答应她所需之时 所以掌握贵族们众多秘密的她 自然也不受人待见 此时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 嘴里天天地喊着父亲 正如前世一般 归登介绍着她心爱的女儿 和未来的公爵夫人 所有人都在为莱妮感到伤心 然而莱妮却在低头瞬间 嘴角勾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就在妹妹谢霖满脸洋洋得意 朝莱妮宣示主权时 莱妮却当着所有人的面 指控马格达就是杀害她母亲的凶手 瞬间全场议论纷纷 归登立即表示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没想到斯泰恩却站了出来 两个伤痕累累的侍女 出现在众人面前 原来两人早已被马格达收买 奉命使用毒药谋害已故的保拉夫人 而马格达购买毒药的收据 和两人的认罪书也可作为证据 随即所有证据也上交了御前侍卫 归登瞬间面露难色 为了防止皇帝插手 她费尽心思地将母女二人藏起来 就是为了今天能在所有人面前 宣示自己的爱 却没想到马格达竟然是个杀人犯 可归登却仍没死心 她咬牙切齿地瞪着莱妮 质问她这是想干什么 可就在莱妮抬头的瞬间 女孩脸上闪出泪滴 用那悲伤的声音祈求着父亲 不要为了爱赌上自己的性命 毕竟身为帝国之鉴的她责任重大 一瞬间就让强大的公爵 变成了被爱蒙蔽双眼的蠢 接着女孩声泪俱下地 说着母亲痛苦的死亡过程 起初她只是想为母亲的病经微薄之力 开始翻阅各种医学书籍 可无意中却发现了一种 名为继承药水的毒药 这种毒药常常用于家族之间争夺财产 除下后会像得了慢性病一样缓慢死去 而母亲经常咳血腹泻 两腿之间还血流不止 当她身上出现色素斑点与脱水迹象时 莱妮才终于确定了病因 归灯却仍旧袒护着马格达 称一切都是莱妮的妄想 这些都属于慢性病的基本症状 可莱妮却声称母亲离世前 表示自己的药中有肥皂的味道 而这也正是继承药水的主要成分 御前侍卫当即代表皇命 正式逮捕马格达 皇家将进一步展开调查 其实这些都在莱妮的计划之中 御前侍卫之所以会前来 是因为在葬礼前夕 莱妮前往了皇家图书馆面见皇帝 因为是禁区 归灯派去监视莱妮的人也无法禁令 而在此处莱妮也与皇帝达成了合作 斯泰恩的出现 也是因为莱妮在母亲还未离世前 就暗中与她达成交易 尽管归灯留意到莱妮三次面见斯泰恩 但外界看来她只是购买了斯泰恩抛售的书籍 就此宝拉的死亡终于清晰 这让莱妮的爷爷奶奶深感自责 如果他们能够阻止这场联姻 或许女儿此刻还快乐地活在人世 如果他们能早些察觉女儿的异常 是否就能拯救她于水火之中 他们无法想象女儿独自忍受了一切的痛苦 孙女莱妮又在家族中过着怎样的日子 于是爷爷比特提出了成为莱妮法定监护人的请求 然而莱妮却有些惊讶 因为前世爷爷只是愤怒地离去 如今事情竟然发生了改变 而皇家鉴于目前情况接受了提议 在皇室调查完毕后 如果马格达无罪莱妮将会被送回去 在此之前爷爷狄克将成为莱妮的法定监护人 就此事情告一段落 众人也纷纷离去 可当奶奶要带莱妮离开时 莱妮却表示她还有话要与父亲说 而接下来的话也让归灯彻底崩溃 二是坐近的扎爹终于遭到了反噬 她万万没料到 深爱之人才是那把致命的利人 莱妮临走之前 她提醒归灯让妹妹换上自己的衣服 结果男人立马愤怒地斥责莱妮 竟敢把她的女儿说得像乞丐一般 看着被吓得犹豫不决的孙女 外婆上前护着莱妮 我的外孙还没空怜悯一个私生子 接着是莱妮不要害怕继续说几句 就此女孩开始了表演 莱妮搭拉着小手 其实我对突然出现的妹妹感到高兴 因为这样我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但是谢灵的那件裙子很奇怪 是用颜色极其明亮的黄色涂料染成 而这种鲜艳的涂料中含有大量的钱 当衣服触碰皮肤时会被直接吸收 所以这件衣服非常危险 归灯文言脸色惨白 因为衣服是马格达亲自为谢灵定做的 但她仍然相信这只是意外 一定是裁缝弄错了 怒吼着要把制作裙子的裁缝们全杀了 可迪特却冷静地说 如果我是马格达 我会像憎豪斯家族一样憎海的家族 或许这些只是她阴谋中的一环 如果我是你 我会首先调查身边的一切 随后便带着莱妮离开 偌大的接见是只剩归灯一人 无力地在原地思考着迪特的话语 立即找来了炼精师与艺术家 果然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发现了玄机 椅子上的绸缎是由一种毒性极强的染料染成 与谢灵裙子上的涂料不同 这种染料对于呼吸器官伤害更大 而这把椅子是两人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所以归灯长期以来的头头 也正是因为这把椅子 多亏归灯你是剑术大师 身体才能抵抗部分毒素 大夫下解药后便可痊愈 接着归灯下令 立即彻查府中每一寸角落 更换八年内引进的所有物品 不久后归灯来到了监狱 看着眼前的心爱之人 男人既悲伤又不解 难道两人甜蜜的八年时光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杀了他吗 见此马格达也不再隐藏 因为他恨归灯抛弃了他的姐姐伊丽莎 归灯却极力反驳 那是失去而不是抛弃 马格达却嘲笑他自欺欺人 就算是被迫的联姻 为什么对伊丽莎邻居抱歉都没有说过 归灯解释着自己当时被软禁了 马格达只觉得好像 作为帝国顶级的剑术大师 区区几个侍卫又怎能拦得住你 而你只是不愿意放弃财富与帝位 用皇帝的强迫为自己的贪婪辩解 你一生都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 却像柔弱的女人发泄着你的自卑 所以你这个懦夫才是毁了宝拉的凶手 因为归灯的抛弃 伊丽莎心如死灰一直试图自杀 母亲为此日日哭泣 直至最后也生了病 而父母与伊丽莎去治疗的路上发生了事故 因为当时心情不佳 马格达没有同行 一瞬间马格达失去了所有情人 这种孤独让他既痛苦又厚悔 而他为谢灵定做的那条裙子 就是为了让归灯也常常失去挚爱的滋味 而他也并不打算留下肚子里的孩子 见此归登立马派人监视马格达 阻止他做出自伤的行为 随后沉重地转身离去 脑海中却想起了那个被他嫌弃的海分 如果不是莱尼 他恐怕还一直在被毒素侵蚀 本以为莱尼是想让自己出仇 看来是他想错了 不过回想起葬礼那天 皇家如此果断地就收下了证据 这种公然的偏袋 意味着莱尼可能与皇帝达成了合作 而一个孩童又有什么东西 能说服皇帝与他合作呢 可知真相的公爵父亲彻底后悔了 他没想到被自己抛弃的废物女儿 竟然拥有着一张令皇帝都无法拒绝的底牌 而被带到外公府邸的女孩 不仅将外公外婆变成了孙女控 就连两个叔叔也前来争宠 为了迎接小侄女的到来 两人准备了一只备受贵族孩子喜爱的宠物 莱尼看着在他手中熟睡的叔叔 虽然很可爱 但看起来小小的有些脆弱 怎料叔叔们误解了意思 那你是想要又大又壮的宠物对吧 说完两人随即匆匆离开 瞬间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莱尼心头 果然在不久后 莱尼和外婆悠闲地喝着下午茶时 身边先是突然出现了一只蜥蜴 后又跑来一只开瓶的孔雀 随后俩叔叔纷纷抱着自己找来的宠物 围在莱尼身边介绍 如果莱尼再不阻止恐怕府邸要变成动物园了 只好委婉地表示 他喜欢的是四只脚毛茸茸的可爱动物 文言俩叔叔再次果断跑走 而另一边的龟灯 为了弄清女儿与皇帝交易的真相 前来拜见了皇帝 而皇帝却一副等候多时的表情 见此归灯开门见山表达了疑惑 原来莱尼请求斯泰恩 让他坐与皇帝见面的中间人 起初皇帝很警惕这个蛇蟹般的女人 直到斯泰恩跟他说了一个故事 那就是莱尼觉醒了异能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能力 可以通过自身创作的话穿越时空 而莱尼也在皇帝面前展现了能力 回到了宝拉葬礼的当天 就此归灯也明白了 因为当时他要求只带走马格达 却坚决地表示不能碰他的妹妹 不过若想知道莱尼用什么做了交换 那必须为此付出些什么 归灯当即明白意思 表示会在一个月内 平定西部战线的混乱 皇帝顿时笑容满面 可下一秒却对归灯发出了威胁 骑士时代正在慢慢燃烧 你的角色将会被大炮等武器替代 虽然人类才是决定大炮瞄准方向的关键 但莱尼身上蕴含的能力 才是帝国渴望的力量 正如皇帝所言 就像海德家族的剑术与豪斯家族的神秘异能 皇室自然也拥有一种能力 那位称为统治权 历代皇帝能够读懂人心中所想 并将手放在目标的头上强迫其臣子 而这也是他能够将归灯牢牢控制的原因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能力也在慢慢减弱 但在看到莱尼的瞬间 他感觉到了希望 所以皇帝的要求便是让他回到巅峰之时 并且莱尼还要接受指定的回名 而在此之前 归灯别想碰 莱尼一分一毫 此时的归灯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如果他能早些知道莱尼觉醒了异能 恐怕莱尼的任何要求他都会满足 但实际上 莱尼很清楚皇帝才是一切悲剧的根源 而在皇帝眼中 他也只是个政治工具 所以当时他向皇帝撒了谎 称自己的能力尚未完善 但实际上已经能运用自如 并且他还隐藏了一张更大的牌 本心伤害女儿的父亲终于后悔了 可女孩却早已在外公家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 只是随口的一句话 舅舅们便为他寻来了一只小狮子 虽然是只幼崽 但爪子都快跟莱尼的脸一样大了 而他的旅途也十分艰辛 他在船上出生 漂洋过海才来到了这里 可他的母亲却在生产时去世了 这让本有些犹豫的女孩主动伸出了双手 原来你跟我一样都失去了母亲 接着莱尼为他取名罗琛 就此女孩又多了一个亲密的伙伴 而外公外婆为他精心装修的房间也已经完工 所有人都聚集在了门口 被绸缎遮住眼睛的莱尼等待着惊喜 大门打开的瞬间 以粉色为主调的装修 洋溢着一种梦化而温暖的氛围 因为莱尼喜欢画画 外公专程请来了最优秀的画家 在天花板上粉刷作画 不过前世莱尼年龄已达32岁 这并不是他钟爱的风格 或许是看到了孙女为难的表情 外公立马反思不足之处 外婆也表示不喜欢的画可以立即更换 直到这一刻 莱尼的眼眶终于湿润了 前世他一直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 却忽略了身后这些汹涌的爱意 原来他一直寻找的东西就在这里 为什么他没能早些发现呢 莱尼一下就扑进了外婆怀里 这也是他表达歉意的方式 女孩的泪珠还挂在眼角 却绽放出了最灿烂的微笑 回馈着家人们这份倾注爱意的礼物 这一次他绝不会让豪斯家族再次被摧毁 但莱尼也明白 自己的对手是多么的强大 就算他拥有一能 但终究势单力薄 所以当下他必须拓展势力 于是在吃饭时 莱尼提出了举办个人画展的请求 当家人们听到龟灯曾拒绝莱尼时 已经做好了要将这个扎爹千刀万剐的准备 结果也显而易见 展览的问题就此解决 然而听闻消息的斯泰恩 在不久后找到了莱尼 莱尼也很简单 他想让莱尼在画展上邀请一个人 嘴上说的拜托 手中的邀请函却已经递了出去 莱尼看着名字 当即就明白了意思 原来是想借他的异能帮此人治病 而这也算还清了葬礼的人情 斯泰恩点了点头 随后起身离去 我的服务随时为您开放 下次见 看着斯泰恩的背影 莱尼却陷入了回忆 前世斯泰恩曾与莫里斯试图营救牢中的他 结果莫里斯被杀了 所以是这只狡猾的狐狸出卖了他 还是两人都因为失败而死了呢 不过也没必要深思 现在斯泰恩只是一张利用的牌罢了 而远处一直在暗中观察的托比却有些混乱 为什么年幼的小侄女 身上却散发着一股沉稳的气息 一定是自己眼花了 莱尼看着晃动的草丛 托比舅舅你还要在那里躲到什么时候 而为了让舅舅保密 他只能使出绅士大法 偷听女士说话的人可不是绅士哦 如果你把今天听到的话说出去 那你将永远成为不了真正的绅士 果然这招对年仅14岁的小舅舅非常奏效 吓得他直接喝下了象征成熟的无糖咖啡 虽然很苦还是口是心非的说着好喝 然而在不久后 莱尼的第一次展览也终于举行 是座废物的公爵之女 第一次展现出他隐藏的异能 而斯泰恩委托的对象也终于抵达 隐居多年的卡尔侯爵一出现 就引起了众人的议论 卡尔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他掌握着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与政治 但卡尔在鼓励高地之战中身受重伤 脸上的烧伤与空荡荡的袖口 便是战争的烙印 这些伤口无时无刻不再侵蚀他的身体 于是他将卡尔请到一个特殊的展厅 里面只有一部梯子 顶部则是一扇门 卡尔需要做的便是爬上梯子推开门 这简单的布置令卡尔认为是在嘲弄他 可莱尼却面不改色 难道您不好奇我的能力吗 他们在等着您 听到这卡尔沉默地低下了头 您明白 未经接受者答应 豪斯家族的异能将无法发挥作用 所以您想见见他们吗 终于卡尔点了点头 由于片刻后登上了梯子 此刻的他仿佛回到了17年前 在那场惨烈的战役中 5万人猛攻鼓励高顶 最后只剩下了2000幸存者 这场战役成为了历史上的悲剧 当时的卡尔正爬上哨所检查敌人的洞下 现在他脚下的梯子就与当时一模一样 可当他爬到一半时 一枚炮弹瞬间夺去了他战友们的生命 独自幸存的他 从此陷入了痛苦的折磨中 然而当他推开头顶的门 却与当时的场景不同 等待他的是栩栩如生的战友们 手里还拿着美酒邀请他一同共饮 看着手里的狼母酒 卡尔一饮而尽 接着急切地呼喊战友们撤离 但那八只眼睛只是盯着他 没有丝毫的动作 直到卡尔逐渐平静 他们的沉默才随之消失 卡尔你在说什么 就在17年前的今天 才会让你变成这副模样 而我们都已逝去 终于卡尔无力地跪倒在地 可明明你们就这样 好好地活在我的眼前了 他们只是伸出了手 既然一个人活下来了 就要带着我们的内饭好好活下去 一天躲在你的豪宅中算什么 这些伤很痛吧 没关系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们不断抚摸着卡尔的脸颊 我们该走了 我们在另一边等你 但你不要来得太早 随后他们将卡尔推到了下面 自己却如烟雾般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缓缓飘落的画 上面记录着战友们 围坐在一起举杯畅谈的画面 直至此刻 卡尔仍然难以回过神爱 他犹豫地问着莱妮 你把我的战友带回来了吗 莱妮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只是通过一幅画 给您看到了您最希望看到的东西 莱妮抓住了卡尔的袖子 像战友那样轻轻抚摸着卡尔的脸 虽然一切只是幻觉 但他们的感情却是真实的 因为在作画时 战友们曾与莱妮进行沟通 他们想给卡尔一份最后的礼物 所以他们想见见卡尔 听到此刻 卡尔拿起了莱妮的小手 吻了吻女孩的手背 谢谢你 我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莱妮微笑地看着卡尔脸上痊愈的伤口 这就是战友们留下的礼物 不久后 卡尔伤口痊愈的事情传遍了帝国 而皇帝也宣告是莱妮发挥了异能所致 从此想见莱妮的人将公爵府堵得水泄不通 而另一边的扎跌懊悔不已 为什么他没能早些发现莱妮的异能 于是在不久后 龟登主动来到豪斯公爵府拜访莱妮 而这也在莱妮的意料之中 女孩第一次展现出强大的异能 就轰动了整个帝国 而父亲落寞的公爵府 如今只剩下了整天哭闹的妹妹 不断地吵闹声让龟登心烦不已 他用阴冷的眼神警告着女孩收起那没用的眼泪 海德家族从来就不需要只会哭泣的废物 并找来了曾经教导莱妮的老师 命令他即便把谢灵打个半死 也要将他教导得像个贵族 而另一边莱妮收到了斯泰恩的信件 卡尔侯爵在回到东部后将爵尾传给了次女 并且嘱咐女儿 今后只要是莱妮提出的要求 他们都会满足 如今莱妮终于有了一个靠谱的盟友 而在听闻皇帝即将为莱妮举行庆祝宴会后 扎爹立即就来到了豪斯公爵府拜访莱妮 在怠慢的氛围中 莱妮高兴地迎接了站在他身后的莫里斯 这让龟登无比尴尬 他无奈地提出想与莱妮单独谈话的请求 于是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 直到龟登主动开口问候才打破了沉默 突然的关心却让莱妮感到不适 他直接打断了龟登 请您像之前一样跟我说话 看着至今仍在自尊与利益间徘徊的父亲 莱妮强忍着苦涩的笑 想到自己曾如此渴望得到这种忍耐 他就只想快点结束这不愉快的相遇 在犹豫许久后龟登终于开口 谢谢你放过了我和谢灵 所以我想还你个人情 莱妮立马直言 那就把莫里斯给我 我需要一位称职的助理 莫里斯是在那个豪宅中唯一关心我的人 所以他最适合这份工作 莱妮很清楚 龟登想要再找到莫里斯这样的得力助手并不容易 而他也拿捏了父亲的心思 所以接着补充 他对您来说不就是个工具吗 何况莫里斯非常忠诚 就算来到我这边想必也不会做出令名不悦的事情 果然龟登思考片刻后欣然答应 突然的变故让莫里斯措手不及 盼着龟登匆匆离开的马车 独自凌乱的他只能乱在原地 不过很快莱妮就将他带入了府邸 一旁的托比和罗琛还在撕碎着龟登送来的礼品 莱妮则温暖地问候着莫里斯 你很慌张吧 文言莫里斯迅速弯下膝盖表示敬礼 不是的 我很荣幸能侍奉你 而莱妮也毫不吝啬地夸赞 我明白你非常忠贞和温暖 莫里斯固由地愣住了 这样的赞美是在龟登那从未听到过的 他一定会用尽最大的努力 不辜负这份称赞 但莱妮并不需要他成为助理 而是要他成为老师 教会他们那份所谓海德家族式的沉稳 他们指的则是整个豪斯家族 这里与利益至上的海德家族不同 因为巨额的财富与地位 让豪斯家族如同羊群般温和 即使知道他让卡尔见到了最想念的人 豪斯家族却没有一个人要求他发挥异门 让他们渐渐失去的宝拉 也没有密谋对马格达和龟登进行报复 只是将精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因为他们想要用对莱妮的好 减轻对失去女儿的内疚 但权力与地位的拥有者必须学会原理 而莱妮也会给帝国树立一个榜样 让他们看看 胆敢招惹豪斯家族的人会是什么下场 接着让莫里斯去找一个人以后执行他的命运 但一定不能让斯泰恩掺和进来 随后又将一封信送给王公侍卫 而莱妮的下一步便是去见见那个用来树立榜样的人 看似天真浪漫的公爵小姐 却是名利场上善于谋略的天才 为了帮助家族立威 女孩来到冰朗的地牢 曾经那个高高在上的继母 如今却像只受惊的狗一样蜷缩在地 刚刚生产完的他双唇苍白无色 前世莱妮也曾对这个母亲抱有希望 可换来的却是无止境的伤害 在父亲与玛格达结婚后 他立即提出要将莱妮送去寄宿学校 当有人想要购买莱妮的画作时 他便会嘲笑对方是傻子 买这种垃圾简直是浪费钱财 整整六年 这些贬低语侮辱摧毁着女孩的身心 让女孩越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直到归灯发现玛格达的真面目 他不仅给宝拉下了毒 就连谢灵和莱妮他都没放过 于是他愤怒地处决了玛格达 当然是为了他的宝贝女儿谢灵 而这也是玛格达前世的死因 但他给莱妮带来的恐惧却没有随之消失 那恶魔般的嘲笑声始终回荡在女孩的脑海里 积累在体内的毒更是折磨了他的余生 而在听到莱妮声音的那刻 蜷缩在地的玛格达一下就停起了身板 他伸出了被严刑拷打到血肉模糊的食指 但女孩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 被血腥的伤口吓退 而是双目坚定地看着他 我是来让你为我毁掉的生活负责的 但玛格达显然没听明白 他没好气地表示 再忍一忍 一周后我就会被公开处刑了 反正我也会死 你不觉得折磨一个将死之人太过分了吗 莱妮只是满脸阴沉 可惜我失去的太多已经没有了脸领之心 至少对你来说是这样 女孩的眼神让玛格达不由地退缩 然而下一秒女孩又满脸细血 或许我可以向皇帝求情 这让玛格达燃起了希望 他第一次尊称莱妮为小姐 不断地请求女孩让她活下去 这样他就能抚养刚刚出生的儿子 但在得知儿子取名为内森 并且龟登还要将他培养为剑术大师时 玛格达却无比慌张 而莱妮也很清楚 内森绝不会成为剑术大师 因为这个宝贝儿子是玛格达与龟登侍卫的孩子 只是那一头银发与褐色的瞳孔 让龟登暂时没有察觉 而他舍得对亲女儿下手 也是因为谢灵并不是他与心爱之人的结晶 就这样痛快地死去 怎么能偿还所有的罪呢 所以莱妮要让他活着 看看他的儿子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绝望的 第二天 皇室宣布了玛格达的最终判决 因为莱妮与狄特公爵的请求 玛格达被判处终身监禁 对于市民来说 犯人在哪复兴他们并不在意 而这个消息还会被认为是 豪斯家族富有同情心的证明 但知晓豁免真相的贵族们却完全不同 玛格达将会被送往充斥毒素的无人工厂 这些毒素会让他在痛苦中无比缓慢地死去 如此狠拉的手段让贵族们受到了警示 而在不久后 皇帝为莱妮准备的庆祝宴会也终于举行 正装打扮的公爵小姐一出场就惊艳了所有人 曾经那个任人欺凌的女孩 如今已是帝国受人崇敬的巫师 在贵族们的簇拥下 莱妮的目光却被皇帝身后的孩子吸引 皇太子艾萨 莱妮前世的第一任丈夫 前世皇帝不断向归登询问莱妮的觉醒情况 这让归登察觉到了皇帝的野心 于是他声称莱妮具有觉醒异能和继承剑术的天赋 就此皇帝将艾萨定为皇太子 因为母系家族没落的艾萨是一个容易掌控的棋子 他的任务也只是与莱妮结婚 但下一个天生的巫师与剑术大师 可艾萨看着年仅15岁的莱妮 只是让年幼的女孩别担心 他什么都不会做 此后也像哥哥一样保护着莱妮 但艾萨也明白 只要权力之争一旦开启 无力的他将会被第一个消灭 所以如果那天真的来临 他只希望莱妮能够遇到一个更好的人幸福地度过余生 果然在两人结婚一年后 艾萨遭到了暗杀 如今再次见到失去的丈夫 莱妮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思念 而旁边的卡拉皇女却透露出一股不羁 这令莱妮泛起笑意 卡拉是莱妮前世最亲密的朋友 他极度讨厌皇室的权力之争 性格十分洒脱 当两人视线相遇的那刻 卡拉直接开口质问 你看什么看 果然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直率 而面前的皇帝正在进行任命仪式 莱妮成为了百年来第一位巫师 皇帝将赐予莱妮皇室印章和豁敏权 在漫长的任命仪式结束了 莱妮感到了些许疲惫 便让舅舅陪他出去透透气 两人走着走着 却偶然发现了独自出来的艾萨 于是他立即让舅舅帮他把风 迅速地来到了艾萨面前 优雅地提起长群行李 突然地到来让艾萨有些不知所措 见此莱妮赶忙说自己也是出来透气而已 随后两人并排而坐 就这样静默地聆听着周围重鸣的声音 直到艾萨主动打破了沉默 他祝贺着莱妮今日的任命 同时又为没有早些道贺而感到抱歉 莱妮望着面前的少年 果然他对待孩子还是那么温柔 但莱妮如今必须利用这一点向艾萨提点要求 于是他向艾萨发出了邀请 不久后我的外公将会为我举办一个小型派对 如果您和卡拉皇女能够一起出席 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在女孩小鹿般眼睛的闪烁攻击下 艾萨终究还是犹豫地拒绝了 这并非我们能够决定的 您无需担心 皇帝陛下说会答应我的任何请求 未等艾萨回答莱妮就斩钉截铁地起身 我在派对上恭候您 到时见能够让莱妮如此自信离开的原因 是因为他知道艾萨绝不会拒绝一个天真孩子的邀请 可是在远处望风的舅舅发怒了 抓到莱妮教育了一番 被唠叨了许久的莱妮终于回到了宴会厅 而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说服卡拉 还想和暴躁皇女做朋友 于是装作不经意地靠近他 结果对方立刻展现出了敌意 而卡拉之所以如此态度 是因为他将莱妮也视为了权力之争的一员 尽管知道对方的性格 但没想到他对待一个十岁的孩子也如此粗鲁 见此莱妮轻轻拿起一杯果汁 我只是想从弥漫臭气的宴会厅中喘口气 那种权力贩子的恶丑 殿下你闻到了吗 随后又觉得自己说的太多 适可而止地朝卡拉抱歉 结果卡拉只是认同了他 两人就这样心有灵犀一般相视而笑 在这个女孩的身上 卡拉似乎看到了不一样的感觉 或许莱妮能够带领鲁莽的豪斯家族走向更好 但女孩却自嘲道 我连母亲被毒害都没能避免 又有什么资格做这个引导者吗 卡拉眼神瞬间锐利 你还是个孩子 为什么要为成年人所犯下的罪感到愧疚呢 果然卡拉还是那个直率洒脱的他 总是会因为莱妮那些不自信的话 而狠狠教训他 前世他就曾让莱妮向那些卑鄙的人反击 毕竟生活在暴雨前的阴影下 就别想躲避这场雨 只有露出獠牙才能保护所爱之人 可当莱妮意识到该做些什么时 一切都为时太晚 所以这次他一定会守护好这份友谊 随后莱妮向卡拉发出了派对邀请 两人就这么愉快地达成了约定 时间一晃来到了派对当天 贵族的孩子们都来到了这里 府邸一下就变成了混乱的游乐园 看得莱妮都无聊地打起了哈欠 好在皇室兄妹终于到来 莱妮连忙上前行李 可身后却出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少年 罗格八皇子 莱妮的第三任丈夫 与其他皇族不同 八皇子的母亲是一个女佣 因为血统低贱 在罗格出生之后母亲便被处决了 他也被遗忘在皇室阴暗的城堡中 只有艾萨和卡拉对他没有敌意 而他之所以能走出阴影 是因为皇帝见中皇子 对继承权力没有丝毫热气 罗格虽然血统卑贱 但资质出众 所以他是皇帝为了继承之争 火上浇油的棋子 之前的任命宴会莱妮就好奇 为什么八皇子没有出现 但想起他的身世又合理了许多 可实际上 罗格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他 其实在宴会当天 莱妮被舅舅教育的时候 他就躲在远处的草丛中 一直看着莱妮的身影直到消失 看着如今还是年幼孩童的八皇子 传闻中皇族发色越深 统治权的能力就会越强 只是现在罗格的能力还未觉醒 所以才会被嘲笑是 只有发色的废物皇族 但谁都不会想到 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而如今年幼的他 结结巴巴的向莱妮介绍着名字 似乎口吃比从前更加严重 无法想象他在城堡中经历了什么 可少年的脸上 却洋溢着纯真灿烂的笑容 随后将艾萨和卡拉带到了一处僻静的花园 拿出了一幅画 用异能将两人带入了画中 而在这里他将进行下一步计划 为了躲避皇帝的监视 女孩使用异能将两个皇族带入了画中 意图便是拉拢两位皇族与他联手 这是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 就像海德家族一直强调的 想要拥有权利必须学会很多 但难道善良的权利者就不存在吗 如果是一个善良的人坐上皇位呢 艾萨却提醒道 现在莱尼的每句话是以巫师的身份说出 并不会被当作一个年幼孩子的玩笑话 所以言行举止必须更加慎重 但显然莱尼没在开玩笑 这是他觉醒能力后的梦想 一个由仁慈皇帝统治的乌托邦帝国 正是莱尼想要建设的未来世界 而艾萨就是最佳人选 只要拥有足够的权力 便可以改写帝国的规则 而皇帝打算利用莱尼的能力回到过去 直到此刻 两人才知道了莱尼不仅能够穿越画中 竟然还可以穿梭时空 这令他们惊叹不已 如今帝国在皇帝的统治下 战争频发民不聊生 如果皇帝回到从前 就会带着更多狡猾阴险 重复一个残暴的帝国 虽然皇帝是个老油条 但他目前并不知道莱尼的能力 已经完全觉醒 这可以为他们争取实践 所以殿下们必须在短时间内 尽可能地拉拢势力 豪斯家族和东部的雅斯帕家族 将给予帮助 而莱尼也会用他强大的意谋 继续拉拢各方势力 这让卡拉感到不可思议 感叹莱尼也心的同时 若再疑惑 为什么不担心 他们会将计划说出去 毕竟城市并不能带来诚信 如果两人一旦背叛他 莱尼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而女孩却打去着 如果我觉得你们会背叛我 那么我就会将你们困在这幅画里 大胆从容的模样 让莱尼看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狮子 散发着一股至高无上的光芒 这让艾萨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 他只是一个名存世王的皇太子 是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的稻草人 如果莱尼的手 可以让自己走出这绝望的困境 那何尝不是一事呢 就此三人达成联手 随后莱尼带他们回到了 进入画座之前的世界 这样就能保证不被人发现 然而莱尼在返回的途中 却遇到了一直在寻找他的罗格 借筒卑贱的皇子第一次主动说话 就遭到了女孩冷酷的拒绝 他费劲地甩掉了照顾他的小姐 在花园找到了莱尼 询问着女孩为什么要留下他一人 为什么总是在躲避他 难道就因为他只有一半的皇家血统吗 莱尼却反问 那殿下您又为什么要跟我们在一起呢 因为只有跟你们在一起 我才能活下去 这样的回答让莱尼想起了前世的他 所以罗格一直都知道被抛弃是什么感觉 可最后却还是放弃了他和孩子 而现在罗格需要的也只是他的力量 从来都不是自己 想到这莱尼很下了心 如果您的目的是生存 可以找到一个有实权的盟友 但如果是为了追求其他的目的 您下次必须给我一个不一样的回答 但您的回答不能让我用生命服务于您的话 那就请您自便了 说完便决绝地离开 尽管莱尼明白 如今的罗格还只是个年幼的孩子 但只要一看到他的那张脸 莱尼就会想起过去痛苦的一切 所以他将话说得不留余地 这样才能避免与罗格接触 但莱尼却突然想到了一点 如果罗格一直在那 会不会看到了他们进入话中的场景 不过一想到罗格从不主动开口 莱尼也就放下了心 像前世一样 罗格十分沉默寡言 即使对于同床共枕的他也是如此 每次的交流都只有几句话 仔细想想 今天的谈话还是两人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 可到了晚上 莱尼却辗转难眠 自从见了罗格之后 他脑海中全是前世的事情 他想起了罗格最后的表情 那几乎是绝望的 不过看到一个人就这样被吸入了话中 或许是被吓到了吧 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尴尬 在宣布两人昏讯的那一刻 几乎引起了所有贵族小姐的愤怒 因为在这之前 罗格这个被皇室抛弃的妻子 显现出了作为领导者的前置 他一个接一个的击败了他的皇室兄弟 脱颖而出的他成功与最强大的三皇子平起平坐 然而这也让三皇子感到了危机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计谋 那就是让归登把他那没用又美丽的女儿 嫁给罗格 在身边牵制住他 可惜莱尼再见到罗格的第一面就爱上了他 所以他会像小时候偷偷看父亲那样 躲在暗处只为了看他一眼 但罗格却过于沉默 即便两人偶尔遇见 罗格也只会用锐利的目光看着他 然后再默然离去 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人 所以罗格究竟有没有爱过他呢 或者对他又有没有过一丝怜悯 而在他消失后 罗格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是否将谢灵娶为妻子了呢 一切的一切都困扰着莱尼 不过现在的他与其在这猜疑 不如直接去确定 于是他快速地做了一幅画 这便是通往原来时间的门 随着一道光芒闪现 他来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 而接下来出现在眼前的一幕 却让莱尼吓得捂住了嘴巴 荣诗的爱人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尽管对方回到了年幼的容貌 但罗格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令莱尼感到无比恐慌 他没想到自己会直接穿越到罗格的房间 而那件血淋淋的裙子 竟像个宝贝一样被罗格珍藏在身旁 这一切让莱尼无法思考 他拼尽全力地向魔法阵跑去 尽管罗格急切地让他等等 莱尼却仍未放慢脚步 但最终还是被罗格拽住了衣服 莱尼求求你不要走 我有事情想要告诉你 等了这么久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可恐慌的女孩只想逃离 听到吵闹声的敬畏骑士们也赶了过来 趁着这个时机 莱尼退下了睡袍 一力地朝光芒冲刺 就这样莱尼再次消失了 留给罗格的就只剩一件衣服 回来的莱尼颤抖地撕碎了那幅画 用被子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生怕罗格从画中出现 虽然他不知道罗格为什么说在等他 但短暂地相遇 却让过去的恐惧与绝望像海啸一般涌向了他 无法抑制的情绪令莱尼失控了 他便呼喊着外婆边往外跑去 恰好遇上了守在门外的侍卫 与此同时 走廊镜头公爵夫妇的门也打开了 莱尼一下扑进了外婆的怀里放声哭泣 就这样莱尼躺在了两人中间 在轻柔的安抚下逐渐睡着了 然而第二天一睡醒 迎接莱尼的便是各种营养早餐 听说昨晚事情的托比舅舅还贼贼地打去着 结果直接得到了外婆爱的抚摸 相反小姐舅舅则贴心地加起早餐 让他好好享用 温馨的一切令莱尼感到幸福 有一个这样的家庭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然而放松的时间没有太长 下午莱尼就收到了卡拉皇女的信件 表面是邀请他前来观看一项发明和新买的地毯 实则只是两人见面的借口 但底部的一行字却引起了莱尼的不安 罗格也在等待着他 那天绝情的话并没有让他放弃 虽然才刚刚经历昨日的一切 但现在这不是最重要的 在与卡拉见面之前 莱尼还需要解决一件事 归灯已经前往西部战线一段时间了 目前西部地区正陷入衰败的危机之中 他必须在皇帝将西部吞掉之前将其拉拢过来 于是他向下人询问莫里斯的位置 得知莫里斯正在与检舅一起追查领地内的漏税情况 莱尼高兴地朝办公室走去 直到两人处理完事务后 莱尼才进入了办公室 随后他将莫里斯带走了 在走廊时立即向莫里斯询问了西部的情况 然而不出所料 归灯对西部持续展开了猛烈根基 但莱尼不能让他这样下去 于是他让莫里斯将一封信送给西部首领 公爵夫人玛利亚 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 但不幸的是有着两个愚蠢的儿子 他们背着玛利亚与叛军进行非法交易 这给了想要完全掌控西部的皇帝 一个除去他的机会 不过莫里斯却有些担忧 此时给玛利亚写信 无疑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 莱尼只是让他看看信中的内容 然后联系炼金术士联盟 找到一个叫沃尔夫刚的人 说完便转身离开 而接下来 莱尼将前往皇宫面见皇帝 二爹在前线征战 女儿却找到皇帝为他两肋插头 莱尼呈上了一幅画 画中是归灯凄惨悲凉的模样 远处的塔房上飘扬着白色旗帜 而画中归灯的症状 与几年前流行的一种传染病极其相似 这不禁让皇帝感到寒意 他询问着莱尼这是他看到的未来吗 而女孩只是含糊地回答 我无法确定这是不是未来 但这幅画是遵从内心画的 就像之前的葬礼那样 于是皇帝提出了 是否可以接受他来自统治权的独行 随即莱尼跪在了皇帝面前表示同意 在首处碰到莱尼的那一刻 皇帝放松了 莱尼的内心洁白无暇并无一行 而能够让莱尼爽快答应的原因 正是因为皇帝的能力随着年龄退坏严重 如今就连读懂一个孩子的心思都力不从心 而为了保险起见 皇帝当即下令让龟登带领军队撤离 莱尼就此暂时阻止了西部的衰败 既然计划都在顺利进行 那么接下来是时候该与卡拉见面了 可刚经过二皇子的宫殿温室时 莱尼听到了些许喧哗 当他转头望去却看见一个少年正在被殴打 而那个少年正是罗格 由于打得太狠 罗格被打得跪在了地上 可女人却没有停止的意思 见此莱尼冲上去挡在了罗格面前 怒吼着让女人停手 当莱尼看清女人模样的时候 却突然觉得这是意外之喜 对方是多米尼克子爵的妻子巴巴拉 也是二皇子目前最宠爱的情人 而前世莱尼入狱 也正是因为这对子爵附属 前世艾萨为了救他也受到了屈辱 现在又如此对待罗格 他一定会将这些一一讨回 而巴巴拉对突然出现的女孩感到疑惑 莱尼只是警告他别这么放肆 文言女人嚣张的就要朝莱尼打去 但莱尼也并没有躲开的打算 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 他急忙睁开了眼睛 原来是罗格倒在了他的面前 猛烈的力道将少年狠狠打倒在地 甚至嘴里都吐出了鲜血 这彻底激怒了莱尼 他猛地扑向了女人的手臂 像个猛兽般咬了下去 疼得巴巴拉边扯他的头发边咒骂他 一下就把莱尼甩了出去 正当女人想再次动手时 身后却传来了制止声 这是什么意思 您在干什么 一国百年一遇的尊贵巫师 却被子爵夫人当成了不知好歹的小毛海 看到御前侍卫出现 莱尼立即大哭起来 刚刚那位女士打我 急得巴巴拉连忙愤怒反击 那个疯狂的小东西刚刚咬了我 面对他的指控 御前侍卫却冷漠地表示只是轻伤罢了 转头关切地询问了莱尼的情况 可被撕咬破皮的巴巴拉又怎会善罢甘休 如果我高贵的身体上留下伤罢 你觉得理查德会坐视不管吗 原来二皇子理查德正是在十一年前争斗中失去手臂的皇子 他本是最受期待的皇位继承人 却因为失去手臂被踢除了资格 从此之后二皇子性情变得无比暴力 这件事他绝不会轻视 于是莱尼立马提出想要回家 就这样在御前侍卫的保护下坐上了马车 在混乱中没人注意到罗格也一起离开了皇宫 看着罗格被打得像蜜蜂狗的脸蛋 莱尼不禁有些担忧 但罗格却若无其事地说 没关系 这边是上次的 莱尼这才明白了为什么罗格的发音总是含糊不清 原来殴打对于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怎么能够如此对待一个孩子 莱尼越想越气 而一旁的男孩却沉默地低下了头 小罗格有些担忧 如果被人发现他离开了皇宫 那些人肯定会杀了他 莱尼只是让他放心 他从不会做没有准备的事情 而在女孩转头瞬间 面前出现了一朵花 花朵炙热的模样让罗格想起了莱尼 于是路过温室时 他就顺手摘了一朵 此刻女孩才猛然明白 原来这场毒打的导火索就是这朵花 来你怎么都没想到 前世如此木讷的他 如今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如果他的童年不是这么痛苦 前世两人的结局会不会是好不满 原来我们都活得这么辛苦啊 然而对面的小罗格心脏早已砰砰乱跳 从来没有人如此坚定地保护过他 一股奇妙的悸动似乎在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 不久后马车到达了府邸 看着孙女狼狈的模样 外公的杀意都快一满眼 是谁把我们的小兔子伤成了这样 两个舅舅也已经做好了干架的准备 随后赶忙喊来医生为两人查看伤势 好在莱尼并无大碍 但是罗格不仅下巴伤得很严重 就连身体里也有多处内伤 腹部出血 身体欲轻 都代表着罗格可能长期遭受着虐待 听到诊断 外婆走近小罗格轻轻地抚摸了他 刚开始有些慌张的孩子也悄悄地钻进了外婆的怀里 而外公也打算向皇帝提起控诉 豪斯家族绝不会就这样放过欺负莱尼的人 绝佳的宝贝团宠却被人当众打脸 一向温和的外公当即决定反击 在此之前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 这场冲突不仅关系到子爵夫人 二皇子也迟早会参与进来 最终将会变成两个家族之间的实力较量 如果皇帝试图掩盖这件事情 那么豪斯家族将只剩下向皇室屈服的耻辱 于是莱尼悄悄示意莫里斯给他们看一样东西 上面的内容足以扳倒子爵一架 然而众人却对莫里斯得到消息的途径感到好奇 见此他只好谎成是海德家族那得到的信息 这也让众人意识到 要想保护家族 必须建立自己的情报网 不能总是如此被动地依靠他人的消息 豪斯家族是时候该强大起来了 看着如今越发谨慎的小姐舅舅 莱尼感到十分欣慰 看来莫里斯这段时间的辅佐出见成效了 按照这样下去 豪斯家族很快就会拥有自己的情报设施 随后外婆传信给皇室 让罗格在此处敬仰直到伤势痊愈为止 少年脸上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一周后为罗格定制的矫正器也制作好了 而在此时距离庭审日期已经将近 于是莱尼安排莫里斯对罗格进行课讯 让他将证词背下来 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牢牢记住 在这段时间里 罗格每天都能吃到各种丰盛的食物 相比在皇宫时每天送来的固定菜品 简直是人间美味 而吃完饭后 莱尼回到了办公室 叫来了莫里斯介绍的新助理汇报情况 温室中的侍女和他的家人已经找到 并在安全保护中 而在此之前 二皇子与巴巴拉也并没有单独接触过侍女 莱尼微微一笑 看来豪斯家族温顺的名声让对方降低了警惕 据侍女所言 那座温室是二皇子送给巴巴拉的礼物 而巴巴拉总会在同一时间散步 罗格的出现与其说是巧合 更像是故意等待对方出现 再摘走一朵花 待助理走后 莱尼陷入了沉思 皇宫中到处都是湖柏和花 罗格没必要跑到紫菊夫人的温室中摘花 而根据卡拉之前的信件来看 罗格一直在他周围徘徊 他很容易就能知道莱尼何时会访问皇女宫殿 那么罗格是不是故意在那个路口刺激他的吧 目前看来罗格十分可疑 而第二天调节法庭也终于来临 废物皇子第一次露面就震惊了所有人 曾经懦弱无能的他 如今竟浑身散发着属于皇族的优雅格调 但其实在踏入法庭之前 他心中十分忐忑不安 这是他唯一能够证明价值的机会 他从小被遗忘在废弃的宫殿中 四岁时奶妈也离开了 而他每天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暗示吃上饭 因为皇帝冷淡的态度 其他皇子开始肆无忌惮地欺负他 就像一个任人殴打的老鼠 而如今莱尼却让他看到了希望 看着女孩的背影 罗格不自觉地牵起了他的手 但莱尼无法接受这样的触碰 他能做到的也只是几出微笑鼓励一句 随后便抽走了手 但罗格却并没有感到失望 他的眼神更加坚定 只要能够与莱尼同行 他愿意为之做任何事情 随着所有人到场 庭审正式开始 只见巴巴拉声泪俱下 表示罗格想毁掉他珍贵的温室 结果却被莱尼误解了意图 并且对他发起了攻击 而罗格却淡定地摘下了矫正支架 我想纠正一个细节 我的意图并不是摘花 而是给罪人一个警告 这让皇帝也提起了一丝兴趣 原来多米尼克紫爵夫妇 一直在欺骗皇室 两人共谋盗走了 二皇子殿下储藏室中的宝物 黑市上拍卖的珠宝可作为证据 随着证物的呈现 众人的目光也转到了二皇子身上 原来二皇子一直过着 如此奢秘无度的生活 皇后结婚当天佩戴的红宝式皇冠 纪念理查德皇子出生的兄贞 先皇后的钻石吊坠 上面的任何一样珠宝都无比珍贵 原来在二皇子看上巴巴拉后 这对子爵夫妇安排了一个工匠 负责盗走珍宝 再放入赢品替代 最后将这些东西通过黑市出售 而在前世 最先发现这个秘密的人 其实是皇后 但因为害怕会影响儿子 于是在莱尼与艾萨结婚后 将这件事推到了两人身上 为此莱尼被送进了监狱 在此期间 艾萨为了救她只能屈辱地哀求皇后 然而皇后却趁机抢走了 艾萨继承的所有土地和城堡 虽然最后莱尼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 但他的余生却被贴上了小偷的标签 而接下来 罗格却缓和了二皇子的处境 二皇子变下诗的好人 尽管对于这种无名的贵族 他也给予了宠爱 但对方却滥用了二皇子的仁慈 这也让理查德难看的脸色稍稍放松 但皇帝却对罗格如何知晓 这件事感到好奇 询问的同时眼神看向了远处的莱尼 很明显他看出了幕后的指导者 说来惭愧 我很喜欢晚上独自散步 于是有一天就在温室听到了这对夫妇的阴谋 那你为什么没有早些说出来呢 因为如果我的好朋友这样欺骗了我 那么我会非常伤心 我想二皇子也会如此 所以才会悄悄地靠近巴巴拉女士警告他 可刚一开口他就打了我 并伤害了路过的莱尼小姐 虽然我无法与高洁的二皇子相遇 但是我也是皇室成员 巴巴拉的行为简直是对皇室的羞辱 此恳请陛下作出决断 恢复皇室的尊严 但巴巴拉却坚称他并不知晓罗格是皇族 于是豪斯家族传唤了一个证人 那便是温室中的侍女 当然在此之前豪斯家族承诺是城之后 会给他封后的报酬 并释放他的家人 于是侍女肯定地表示巴巴拉很清楚对方的身份 他只是在假装无知罢了 听到这个证词巴巴拉彻底疯了 可此刻无论他如何呼喊 结局已经注定 就此皇帝宣布判决 多米尼克子爵夫妇与其同伙以谋杀罪定罪 将以一种痛苦的方式结束生命 而作为罗格对兄弟忠诚的回报 他获得了住进二皇子城堡的资格 就此庭审结束 但罗格却找到了莱妮 他并不想去二皇子的城堡 而是想继续跟莱妮在一起 看着心爱的女孩即将离开 腼腆的少年鼓起勇气想要留在她的身边 可惜伤透新的女孩选择了拒绝 这些天两人共同度过的时光 无时无刻不再困扰着莱妮 那张面容总是会勾起女孩前世的回忆 而今天就是两人结束的时间 他祈祷着彼此的分别会是永远 但这些伤人的话 莱妮终究没有说出口 如今皇帝同意罗格居住二皇子的城堡 意味着他皇族的身份很快就会被认可 在留下制衣后的莱妮便匆匆离开 然而刚回到府邸 助理就传来了归登已经归来的消息 同时西部首领玛利亚寄来了一封回信 但这封冒着极大风险寄来的信 却全篇都在发泄情绪 或许因为内容并不是莱妮期待的 她的心情变得有些低落 为了缓解情绪 莱妮选择将身体泡进了热水中 在里面喘口气 或许除掉一个不听话的手里 推举新人上任会不会更好呢 然而在第二天 皇帝召见了莱妮 但明显这早在女孩的意料之中 他十分诚恳地低下了头 很抱歉昨日的事情没有提前告知您 通过八皇子扰乱了您的心绪 但皇上却也听说了 罗格为了见你总是偷偷躲在卡拉身旁 所以你是不是对他产生了同情 我只是因为有人侮辱了皇室血脉感到愤怒 而且八皇子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潜力 随后莱妮呈上了一幅画 画中罗格手持长矛 而身后血泊中的人正是龟登 这让皇帝陷入了深思 龟登不仅是历界最强的剑术大师 政治头脑也非常出色 这对皇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罗格长大后真的会变得如此强大 那么他将成为皇室制衡中的一把利刃 但当皇帝试图得到明确答案时 莱妮却还是含糊地表示 这幅画只是心灵指引而做 但如果您因此对罗格产生了兴趣 现在就可以将他变成一条忠诚的狗 这让皇帝对莱妮的意图产生了怀疑 他将手放到女孩的头上发挥全能 但与他担心的相反 莱妮内心对他只有敬畏 甚至一点反感都不存在 对皇后和二皇子产生了亲烈 而父亲龟登则是强烈的增害 随着皇帝全能的进一步发挥 莱妮的日常生活在皇帝脑海中显现 当他扑向巴巴拉的画面出现时 皇帝差点笑出了声 还经常对外公外婆撒娇 把狮子当成小狗喂养的模样也十分纯真 这让皇帝欣慰地收回了手 完全放心后皇帝给豪斯家族赏赐了各种珍宝 然而在第二天到达府邸的不仅有赏赐 还有罗格 好艳的男孩再次出现 惹的女孩当场暴走 曾希望永别的他 却被皇帝直接送到了身边 而罗格带来了两封书信 一封是给狄特公爵的 龟登如今已经完成远征归来 他一定会要求带走莱妮 只要答应让罗格入住豪斯公爵府 皇帝将说服龟登将莱妮留下 而给莱妮的那封 皇帝则拿捏住了他的善良 在皇室这个狼窝中 如果罗格无法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那么留给他的就只剩死亡 所以皇帝将罗格的未来交给了莱妮 作为交换 他可以随意对艾萨和罗格使用异能 最后他喜欢谁都可以 突然的一切让莱妮无比愤怒 一声怒吼吓得罗格有些胆怯 他知道莱妮不喜欢他 但却没想到恨意会如此之深 看着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孩子 外婆上前打破了丹大 一听到有香醇可可饮用 罗格瞬间两眼放光 就这样跟外婆手拉手进入府邸 看着一旁无奈的孙女 狄特让他将这一切作为调解胜利的额外部分 这样的话或许会好受一些 而莱妮也明白皇帝的暗示 如果他想要留在豪斯家族 那就必须接受罗格 可当他们要进入府邸时 身后却传来一声呼唤 莱妮转身探拒却再次紧张起来 来人名为梅勒妮 罗格的私人侍女 在前世时 此人一直利用罗格侍女的身份驯服莱妮 可那些所谓的礼仪规矩 父亲为了提升他的价值 早早就找来最好的老师训练过 梅勒妮不过是想发泄情绪罢了 他认为只有他才是罗格唯一的依靠 而莱妮这个废物又怎么有资格留在罗格身边 但梅勒妮却因为他被没挺直而羞辱他 本沉浸在悲伤中的莱妮一下就怒了 作为仆人怎敢对主人发号施令 然而梅勒妮却装出了一副恐惧的模样 故意手滑将梳子重重扔了出去 破碎的玻璃划破了女孩的脸庞 但让他更心寒的便是作为丈夫的罗格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罗格都没有过来看过他一眼 直到莱妮发现自己怀孕了 罗格才前来道歉 但莱妮只是请他离开表达了拒绝 而此举也被罗格认为是在贬低他 但为了孩子的安全 之后梅勒妮不再被派遣到他的房间 如今他自己送上门了 那莱妮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 尊贵的公爵小姐却被仆人挑战起了权威 面对莱妮的拒绝入府 自信的女人强调着她的贵族出生 还仗着皇后的指派耀武扬威 但从她嚣张的直呼皇后大名之时 就彻底暴露了她愚蠢的本性 如今的莱妮早已拥有强大的权力 光凭这句话 直到莱妮命莫里斯找来一把斧头时 她才彻底慌了神 浑身胎软的跪倒在地 不断地祈求女孩能够放过她 但话虽如此 用力的手指却暴露了她内心强忍的愤怒 既然此刻都不愿放下自尊 那么迎接她都会是绝望的地狱 此时身后的莫里斯却请求让她来处理 毕竟她肮脏地学会玷污您的鞋子 文言莱妮冷冷转过身离开 虽然为前世的她报了仇 但这却是她第一次亲手沾染鲜血 这种感觉并不好说 然而在大厅等待的外公 一眼察觉到孙女的情绪不假 她只是告诉莱妮 如果离污水太近 泥水溅到了身上 要做的就只是将污渍洗掉 仅此而已 她没有问莱妮为什么这样做 只是选择无条件地相信 作为感谢 莱妮就这样钻进了外公温暖怀中 从那天之后 梅伦尼再也没有出现在府邸 而小姐舅舅舅也为罗格找来了一位家庭教师 好在罗格也很聪明 照这样下去她一年就能进入学院学习 这也正合莱妮的意 看来她必须在学业上给罗格施压 尽早让她离开公爵府进入学院 然而罗格的心思却放在了别处 每天暗示出现在女孩门口的花束 被罗称撕咬的到处都是 就这样一段时间后 烦透的女孩终于忍不住了 她愤怒地想要质问罗格 却被外婆拦下了 即使面对讨厌的人 也需要礼貌地向对方解释 为什么你想保持距离 况且罗格还是个孩子 而能够让一个不喜欢的人靠近自己 也是锻炼内心的绝佳机会 学会控制情绪 将成为前进道路上一把有力的武器 然而在第二天 当罗格再次将花束放在门口时 却被等候多时的莱妮当场抓得正着 小皇子费尽心思地想哄女孩开心 可每天放在门口的花束 却让女孩厌烦至极 于是莱妮守住带兔当场将她抓包 紧张的小罗格就这样坐着 许久后才问出了一个渴望得到答案的问题 莱妮你不喜欢我吗 而女孩也只是淡淡地肯定 但小罗格怎么会感受不到呢 她知道的 莱妮会在温室帮她 不是因为喜欢她 而是出于善良的本性 看不下去一个孩子被欺负 但却仍然不明白莱妮讨厌她的原因 而莱妮自然不能将前世的真相说出 于是借口在温室时 被她看到了自己狼狈的一面 所以才会讨厌她 简单的理由也让男孩豁然开朗 她开心地表示会忘记莱妮在温室的模样 并答应了以后不再送花的要求 然而到了晚上睡觉时 莱妮刚躺下 枕头就发出了声响 原来是一块饼干被压碎了 这给莱妮气得口吐芬芳 她气冲冲地推开了罗格的房门 大声呵斥着 她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想到 把饼干放到枕头下 然而小罗格的本意 只是想让莱妮能够安静地享用食物 因为放在那个位置 食物就不会被人抢走 从前罗格只能偷偷地吃东西 因为有人说给她粮食简直是浪费 说她是阴沟里的老鼠 只配躲在暗处 而莱妮没有问是谁说的 只是握住了她的小手 要想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重复 殿下就不能轻易原谅这些人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让他们自食其果 充满信任的眼神 让罗格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好像莱妮说的什么他都能做到 而在第二天 果然没有再出现鲜花和饼干 诺里斯也带来了寻找炼金师的进度 沃尔夫刚在很远的地方被找到 预计下周就会到达府邸 梅伦尼则被安排了属于奴隶们的繁重劳屋 保证他的余生都会在劳累中度过 罗格也开启了格斗训练 虽然体质很弱 但指挥官却认为他有巨大潜力 前世时罗格花了很长时间适应传统格斗 尽管有天赋 格斗技能却迟迟没有提升 直到他遇到了当时最伟大的长毛手 技术才开始飙升 起初人们并不看好罗格学到的那些拙劣技巧 直到他第一次远征归来 才让那些人全部闭了嘴 但这个过程实在太长 如今既然是自己在培养罗格 那么不妨让他早些遇到这位老师 随即让莫里斯去找到奎纳不拥兵团的马克 莫里斯有些惊讶 这种极其隐秘的组织 如此年轻的莱妮怎么会知晓 可面对提问 莱妮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 充满自信的模样 总是能让莫里斯在他身上看到属于海德家族的影子 而在下午 莱妮将和大皇子前往贫民窟举行慈善活动 于是面对华丽的礼服 她选择了一件较为素雅的裙子 并要求裁缝将裙子底部向上裁剪十英寸 但裁缝却有些为难 毕竟这样会裸露脚踝 要知道在皇室活动上裸露脚踝是不庄重的 而一旁的侍女却明白了她的意思 早上不是下了雨吗 地面还是湿的 同时将所有装饰物都去掉 莱妮小姐不喜欢浮夸的装饰 不久后 朴素的礼服在莱妮优雅的身姿下散发光芒 侍女也为她找来一双相称的高跟鞋 而十分有眼色的侍女伊尔 也被莱妮深深地记住了 而大皇子早早地到达了府邸 在楼下等待着 但就在莱妮出现的瞬间 艾萨的眼眸立刻就亮了 她只觉得心中有一股奇怪的感觉 面对女孩的问候 她有些闪躲的回应 随后头也不回地大步朝外走去 身后的莱妮只能努力地追赶她 然而此刻的艾萨却已慌了身 一向隐忍内敛的皇太子 却对视为妹妹的她 首次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与前几次的感觉不同 那是种渴望的思念 是两人曾相识的感觉 一股涌上心头的悲伤 只能靠着急促的呼吸来调解 随着莱妮追了上来 两人就这样来到了马车前 可罗格与舅舅却出现在了里面 原来想要参加活动的托比舅舅 为了不被骂 特地喊来了罗格当他的挡箭盘 见此莱妮直接喊来外公 当场把托比教训了一番 但身为皇子的罗格却让莱妮犯了难 最终只能无奈地让他一同前往平民区 看着高高的马车 皇太子将女孩抱了上去 这另一旁的罗格吃起了醋 于是他试图用那闪耀的红色礼服引起注意 过去的他在莱妮面前总是落魄不堪 这次的精心打扮 也是希望能给莱妮留下个好印象 但此刻却起了反效果 他们参加的是平民区的慈善活动 苦素的打扮才是合适的 于是艾萨提议可以把外套退去 这样会更好 随后又说出了另一个担忧 虽然赢得民众的支持很重要 但平民对于这样的活动很快就会遗忘 而此次皇室的拨款很少 所以莱妮将之前画展的收益全部投入其中 艾萨担心这样会得不偿失 但莱妮只是拿出了一份演讲稿 只要今日活动顺利完成 殿下宁将会被人们铭记很久 为防止演讲时间过长导致观众失去耐心 莱妮还特地精简了内容 而当艾萨看到稿服的内科 也终于明白了莱妮如此自信的原因 很快他们到达了活动现场 平民区弥漫着恶臭 坐在一旁的贵族们纷纷捂住了鼻子 而另一侧排起长队的平民也怨声在道 很显然大家对这次活动并不抱有期待 虽然只起了给予不同帮助的帐篷 但也意味着大家需要多次排队 而且前来的人数远比他们想象的多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艾萨立即下达命令 让皇室骑士团前来支援 然而莱妮裸露脚踝的礼服 却遭到了一旁贵族的嘲讽 只有刚学走路的小孩才会露出脚踝 看来你还是个幼稚的儿童了 听说你还有个新妹妹 可怜的莱妮小姐 你打算怎么办吧 有素回之力的帝国女巫 却被傲慢的贵族们嘲讽 本以为这只是个成天躲在府邸中的胆小鬼 却没想到莱妮一句话 就让对方吓破了胆 父亲归灯虽然很渣 但海德家族的地位无庸置疑 而莱妮利用这一点 狠狠回击了傲慢的侯爵之女维亚 虽然我与父亲关系不好 但若让她知道有人在背后议论海德家族 你回家可以问问父母 曾经那些小人都是些什么下场 而此刻维亚那早已沾满污渍的裙摆就更可笑了 不过她身后的胖女孩却吸引了莱妮的注意 在前世的记忆中 这个女孩因为容貌一直被欺负 最终自杀了 如果现在把她留在这 恐怕她会成为维亚的触旗筒 于是莱妮以人手短缺为由将莉亚带走了 但维亚嘴里还嘟囔着恶毒的话语 丝毫没注意到一旁的八皇子早已面色阴沉 如果你不想失去嘴巴 那最好现在就闭嘴 而另一边皇太子的演讲也正在进行 开场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将功劳归于皇帝 而是感谢了帝国女巫莱妮 但莱妮的演讲稿中并没有这句话 这让她也有些吃惊 随后艾萨目光坚定的启示 要让帝国每家每户的柴火都能够在屋内摆放整齐 然而就是这么平淡的一句话 却让所有人燃起了希望 因为当人拥有平和的心态 能够悠闲的整理柴火时 就意味着大家已经不再为温饱发愁 为生存担忧 这让所有人回忆起了战火前的生活 那是多么和睦美好 而艾萨也是时候该离开了 适可而止地打住 能够保留存在人们心中的那份感动 而身后的掌声也逐渐蔓引开 最后几人感谢了丽雅的帮忙 这让女孩倍感温暖 原来世界上不只有恶霸 还有着这些温暖的存在啊 随后一行人踏上了回府的路程 在马车上 艾萨再次真诚地感谢了莱妮 而小罗格也在这次活动中学到了许多 似乎与哥哥的距离也更近了一些 然而当马车到达府邸时 三人却没有下车 待公爵夫妇靠近后却忍不住地笑 原来疲惫的孩童们早已意味着进入了梦乡 不过片刻的铭静后 第二天莱妮将继续部署计划 为了得到西部首领玛丽雅的支持 莱妮绘画着挂在对方办公室内的一幅名画 只是寝刻间就融入了稻田之中 她轻轻地夺步在金黄的稻碎间 画中的一声招呼 打破了玛丽雅胶着的情绪 她难以置信地凝视着画中的女孩 当初归灯烧掉了西部的所有麦田 更糟糕的是 最后秀并几乎清空了骨仓 这让玛丽雅无比痛恨海德家族 所以当初莱妮想与她联手时 她才会选择拒绝 而这幅名为丰收的话 也是玛丽雅最向往的东西 但她不知道的是 如果莱妮那天没有用话说服皇帝撤回军队 西部现在将完全被皇家统治 而莱妮想要的也很简单 那就是西部的一块废弃土地 那里被黑色的泥土和岩石覆盖 放牧的羊群会被染成黑色 但玛丽雅不明白 这块无用的土地有什么用 而女孩只是背过身躯 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想必你还不知道 你的儿子们贩卖了什么吧 更不知道该如何重整被烧毁的麦田 而我的能力能做得很多 总之这是拯救西部最后的机会 随后示意玛丽雅靠近 在她的耳边窃窃私语 说完后便嘱咐这几天不要用性格联系 过几天后莱妮会再次过来 见此玛丽雅急忙询问 莱妮给她机会的原因 因为你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首领 原来西部拥有着最多的平民 农奴却是最少的 而贵族们早就基于西部的粮仓 如果同意的话 将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但玛丽雅毕生奋斗 就是为了确保粮仓 不被这些少数的人垄断 能让所有人都公平地享用这一切 待莱妮消失后 玛丽雅来到了地牢 原来莱妮告诉她 她的儿子们将战马贩卖给了敌国 这样的举动无疑是致命的 起初的两人还嘴硬地不承认 直到玛丽雅一再凶狠地质问 两人才说出了一切 即便是儿子 玛丽雅也没有偏袒 当即按律法切断手腕后 放逐到死亡森林 并嘱咐助理去古塞尔勋爵的庄园 找到一个叫奥尔夫的人 而另一边莱妮拒绝出席 归登顺利归来的庆祝宴会 并且她需要在沃尔夫刚到达之前 这无疑是给颓败的西部狠狠一击 但在莱妮的帮助下 玛丽雅找来了研究赫修病的奥尔夫 让她将一份石灰和两份流混合 加入少量的水 在120度的温度下煮一个小时 果然在不久后 奥尔夫调剂出了一款 能在两天内消除赫修病的杀菌籽 而莱妮也在画中如约出现 可短短的时间内 玛丽雅脸上的疲惫却更加明显 毕竟亲手流放了自己的孩子 换做哪一位母亲想必都会心碎 随后玛丽雅拿出了那块 能使羊变黑的土地地气 莱妮欣然收下了这份回报 离开之前她留下了几句话 皇帝让你很头疼吧 别担心 从现在开始皇帝得看你的眼色了 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莱妮便再次消失了 当她回到办公室后 沃尔夫刚正好到达了府邸 原来如今具有神秘天赋的人越来越少 科学和智慧开始慢慢填补这个空缺 而炼金术士也是如此 在他们的努力下 炼金术成为了科学界公认的一种新学说 但现在她满嘴都是各种奇怪的胡话 这让莱妮产生了是不是找错人的想法 她想知道的是关于石墨的一切 并不是那些关于未来世界的幻想 但很可惜沃尔夫刚对此一无所知 当即莱妮就下了逐克令 难道真的是她记错了吗 她不会错的 那可是她最喜欢用的绘画材料的制作者 然而被拉出去的沃尔夫刚还在不停说话 原来她带来了一整个团队 当她询问一旁戴着帽子的男人时 听到名字的莱妮却愣住了 转头的瞬间 正好与近来的她四目相对 弗朗茨 莱妮前世的第二任丈夫 帝国仅存的法师后裔 却爱上了丧偶的宫女 原本属于大法师首次亮相的宴会 却被她弄成了斗殴现场 弗朗茨直白地要求归登将女儿嫁给她 却被归登误认为想掰嫖 就此两人爆发了激烈的大斗 最后皇帝出面 利用统治权的能力将两人压制 才结束了这场滑稽的斗殴 得知缘由的皇帝 一时间都有点怀疑法师 是不是脑子有点泡 想要止婚却这么不礼貌 而归登很奇怪 女儿并没有出现在宴会 为什么弗朗茨会知晓她 一旁的皇帝却接过了话 很显然她是在偶然遇到 莱妮时被迷住了 原来莱妮当时沉浸在 第一任丈夫离世的悲伤中 可父亲却命令她 一定要出席大法师亮相的皇室宴会 不过在弗朗茨还未到达前 她就早早离开了 但弗朗茨进来的第一句话 便是询问莱妮在哪里 就像这只是场为了得到 莱妮而设计的宴会 看着一旁对女儿 展现出疯狂表情的男人 归登却笑了 女儿一直以来 不过是她的赚钱工具罢了 只要钱够多一切都好商量 于是在三个月后 莱妮嫁给了这个素未磨面的男人 尽管她从一开始就表示 无论多久自己都不会爱上她 可弗朗茨只是一个 静得对她好 满足她的一切要求 她不需要莱妮回馈她什么 只要好好待在她的身边 可随着时间流逝 莱妮始终无法走出 艾萨离世的悲伤 直到两人有了一个结晶 孩子纯真的笑容 治愈了莱妮心中的创伤 也是从那时起 她才对弗朗茨逐渐萌生了爱意 可在孩子四岁时 弗朗茨开始躲着莱妮 态度也变得冷漠无情 直到某一天 弗朗茨要带着孩子出去狩猎 临走前仔仔还开心地表示 会给妈妈带回一只猎物 而这一走便是永远 这也是两人前世的结局 今生弗朗茨再次出现 勾起了女孩这些悲伤的回忆 可现在的她没时间哭泣 只能强装镇定地请两人坐下 然而从两人的举止中 她却发现了一些猫腻 身为团队领袖的沃尔夫刚 在坐下前进 需要看一旁弗朗茨的眼色 要说这是一个实习团员的权利 又有谁会相信 见此莱妮也开门见山 你们练金术士 是喜欢用一个画牢来假扮领袖吗 交涉的前夫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却与前世一般看不清容貌 整张脸上清晰的只有那乌黑的双筒 所以前世弗朗茨带娃跑路后 莱妮才会一直找不到她 这次她绝不会让悲剧再度重演 而莱妮也将主导这一切 因为价值堪比钻石的石墨 莱妮却拥有一整座 这令弗朗茨陷入了疯狂 而那天让羊变黑的领地 便是矿脉的所在地 那些羊之所以身上覆盖着黑色尘土 却安然无恙 就是因为那些都是由石墨构成 很显然这也正是弗朗茨渴望的 她是家族中的第四的孩子 在魔法觉醒后便离开了家 偶然的机会让她了解到了炼金术 这点燃了她对生活的热情 而现在的她急需石墨 但来年有两个要求 她需要石墨做两件事 一是武器 炮弹必须是圆的才能飞得圆 而石墨轻巧且具有延展性 所以她想让弗朗茨将其塑造成球体 还有一个便是石墨 石墨颜色很适合作为写作工具 但却稀有脆弱 可以将墨条棒放在两块木板之间 再用强力棉合计固定 所以她想让弗朗茨制作一种粘接剂 在石墨新用完之前 不会从木板上掉下来 尽管弗朗茨对一切都无比惊讶 但此刻她只想赶快开始相关的研究 而莱尼将实验室建在了另一栋楼中 并且要求乌尔夫钢团队 全都不能离开这里 很显然受伤的只有乌尔夫钢 弗朗茨就像一个来到天堂的狂热者 莱尼也将开始寻找一个测试大炮的地方 试成之后两人的收益会七三分成 但弗朗茨却让莱尼全部收下 能在这研究对他来说本身就是种奖励 这让莱尼陷入了沉思 前是弗朗茨费尽研究出的远程炮弹 最后直接像玩具一样给了皇帝 在发明铅笔后就对其直接失去了兴趣 以至于最后所有人都认为是乌尔夫钢发明了铅笔 或许离开也是因为他厌烦了 但带走孩子却使莱尼无法容忍了 随后莱尼离开了实验室 却遇上了正在练习格斗的罗格 连来给罗格找的新老师马克终于到来 一切进展似乎比他预想的要快 看到莱尼的罗格一下高兴的走个山 丝毫没有注意老师手中正挥下个长毛 也知真相的女孩彻底心痛了 连来看似开朗的八皇子 竟无时无刻都在忍受着身体的剧痛 就在刚刚走神的小罗格被老师一棍子打出了时 可一旁的莱尼并未指责老师冒犯皇子 而是感谢他能够给予两人优秀的指导 这与他之前见过的那些傲慢贵族完全不同 年幼的他能做到如此不卑不亢属实让人敬佩 不过马克的面色很快转为阴沉 因为他发现小罗格的骨盆和锁骨错位 而这都是因为旧伤没有及时治疗 因此骨头愈合方式不对导致的 这样的身体让小罗格连剑都挥不动 看着来你眼神望着皇宫方向 马克当即明白了罪魁祸首是谁 好在小罗格对长毛的掌握仿佛与生俱来 但锁骨的问题则十分棘手 需要断开之后重新正确连接 但现在小罗格还太过年幼 待成年后才能进行 瞬间来你感到一阵心疼 这灿烂的笑容下究竟埋藏了怎样的痛苦 一番交谈后来你离开了 但扎爹龟登却突然到访 原来每天看着已经疯狂的谢灵 龟登感到十分厌烦 这让他想起了这个已经离开的女儿 而几天后皇室举行的马球比赛 球队们会代表着各自的家族参赛 那么这将不仅仅是场比赛 而会演变成贵族之间的相互较量 但莱尼却丝毫不担心 因为他参加的是正式比赛前的节目赛 并且还是一个替补球员 可龟登却提醒到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毕竟在他出征的这段时间里 莱尼树敌太多 然而莱尼却认为他只是把树敌这件事提前而已 早晚都会出现的事情不必紧张 但在龟登眼中 毫无经验的女儿一下就被看穿了 你无法隐藏自己的情绪 在紧张或生气时你的右肩会僵硬 而莫里斯就算在能干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信息 所以这是你当下需要赶尽的 在你积累经验之前 我可以给你提供所需的信息 文言莱尼果断拒绝 这样的好处他不敢想象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你就把这当做善意 如果你能站稳脚跟这对我也有好处 况且我们都是海德家族的人 见此莱尼只好答应 而龟登已经察觉到了皇后的阴谋 如果八皇子在马球比赛上受伤 他们必定会追责莱尼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罗格 说完后龟登便要离开 但莱尼却察觉到了不对劲 当初他用一副虚假的预言话 让皇帝召回了龟登 现在他却丝毫没有质问的意思 反而还感谢自己帮他们躲过了疾病 不过很快他就能知道 扎爹在计划着什么坏主意了